Massure Stats X 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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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一對鞋鞋 鞋名為Massure Stats X 已經是第二代 第一代用上了牛仔皮 第二代用上了合成皮 其實大家都看到 Massure Stats X 鞋 Massure Stats X 鞋 都是用了3D彈印記錄 所以你看到它是有粒粒粒的紋 因為這雙鞋都希望 透過這些紋 幫助大家的握球 全球的狀況 除此之外 這雙鞋是用了 纖維布 有彈症的纖維布 這個做法可以令到 這雙鞋可以包緊對腳 也不需要擔心鞋子會兩邊 到處搖 最後 這雙鞋的最好的設計 跟第一代一樣 都是用上Lunarong的鞋底 其實很多Like的跑鞋 都在用一種科技 兩腳鞋底 其實它的避震功能 非常出色 就是這樣 再 atroc擊點 這雙鞋 都上升了 一種射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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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 我是Herman 我剛剛完成了這雙 Madilstec X 低筒的實測 其實這雙鞋子的感覺是在傳統球裏面 其實是做得很出色 因為可能受惠於3D打印技術 在腳外側和腳內側的3D凹凸紋 其實在傳統球裡面的球感是非常之好 很簡單可以貼到球 很簡單就把球控在自己的身前面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一個狀況 除了之外 其實在射門上面 我覺得可能受惠於這裡的凹凸紋 以及鞋邊的凹凸紋 其實一些球是可以很小和很準 所以其實這雙鞋可以給大家 而最後這雙鞋的感覺是很舒服 你穿上去 因為這雙的纖維布 以及它的狼狼底 你穿上去 把腳都包起來 是很貼的 除此之外 其實你在跑動上面 真的很舒服 避震很好 其實這雙鞋非常之適合 喜歡踢5人或7人的你 同時是喜歡做一些 傳球、分球、派牌的角色的你 我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